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TKT Channel 我是主持人TK 经过了一个慢慢的长下 林淑豪又受伤了 我曾经认为自己是林淑豪的铁粉 但是呢 经过了这么多时间呢 在网络上看到 其实有许许多多更多真正才叫林淑豪铁粉的一些人呢 在网络上默默支持林淑豪 而我呢 跟他们逼起来顶多大不了算是对林淑豪的支持 对他来讲是他的一个粉而已 那这些铁粉呢 对于林淑豪支持的程度呢 在林淑豪受伤之后呢 仍然是坚持下去 不断地为林淑豪祝福 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林淑豪呢 他从几年前 他在纽约尼克队大爆发之后 成为了一颗摧产之心 而成为亚洲 尤其是中国人的一个骄傲 那在尼克队呢 结束了那个球季 转往火箭队发展 转往火箭队发展呢 却遇到了另外一个 算是一个带不释出的另外一个超级球星 Harden 那在Harden引领主导之下 跟加上教练的一个使用之下 林淑豪在火箭队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表现还算终极水准 那教练呢 也不喜欢他 Harden呢 也是一个需要大量持球的人 在这种状况下 林淑豪的组织进攻能力 以及突破穿越的能力 在火箭队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发挥 于是呢 他又很不甘愿的 或者说是很被随着这个球队的转换呢 又来到了胡人队 到了胡人队本来以为可以跟Coby Bryant同一队 这是一个大家心目中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 在这个Coby Bryant的引军之下 能够让林淑豪的这个才能能够激发出来 结果没想到遇到了一个更烂的教练 再加上Coby Bryant对林淑豪基本上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林淑豪在纽约的时候 曾经让Coby把Coby打得这个抬不起头来 让Coby之间在一夜之间呢 从一个这个等于说是这个巨星的地位 被一个莫名不经传的一个亚洲小子 能够打趴在地上 那对林淑豪来讲当然是这个不假辞测 而很多机会呢 林淑豪虽然有机会在场上发挥 但是呢 Coby Bryant却是对林淑豪的这种各种的一些球技 或者说在林场的表现却是完全不以为然 在球场上 Coby是球场上的教练 甚至于在球场下他的全世界超过球场下的教练 但是林淑豪这个等于说是在比较任命的一种 乖乖牌的状况下 一切以教练 场下教练之命为尊 那这种状况下发生了许多的这种一些冲突啦 或者说一些让林淑豪非常不开心的状况 于是他也是黯然的 等于说是一个极低的薪资呢 一年两百万美金的薪资 迁入了这个黄蜂队 到了黄蜂队他打第六人 那第六人这一年呢 确实让他又有一个另外一个 这个重新再起的一个机会 这一年呢他打第六人打得非常好 也曾经在这个全NBA最佳第六人的这个榜 榜单里面出现 虽然最后没有得到最佳第六人 但是呢他的表现有目共睹 在适当的时机呢 能够让球队在这个主力先发球员的这个 供输上或是进攻上有问题的时候 他能够实时的承担起这个责任 让球队能够在很多时机能够走入 等于说事实上走入季后赛 是它是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毕竟观察这个林淑豪离开黄蜂队两年内 这两年基本上黄蜂队基本上都没有 应该说是一年了 一年多他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季后赛 而今年呢黄蜂队不晓得能不能进入季后赛 那林淑豪也利用了这一次在黄蜂队一年的契机 他转来到了这个 在靠近纽约的这个布鲁克林的蓝网队 在蓝网队呢他本来也觉得说 哎呀我在这个黄蜂队打得这么好 那现在来到蓝网队 我现在成为主力第一先控 而且教练又是我熟悉的一个教练 种种状况天时地利人和 我又是在曾经在纽约队发光发热的场地 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你说心理中一定是盼望着 能够重新再振自己的一个球星的一个地位 也很想对自己的恩师 对这个球队融入成为一个 把这个球队重新 从一个Star公司的地位 能够重新把它建立起来 成为NBA的一个强队的一个心理准备 那没想到呢 达了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球季啊就他就受伤了 而且一受伤了就拖了大半个球季 所以去年整季啊 他基本上能够参与的球赛的机会 其实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整个球队啊 是等于是拿到了这个 全NBA的倒数第一名 那这个林苏浩当然是非常失望 毕竟他没有期待 或者也没有料想到自己会有这么重的一个伤势 那经过了一个漫漫长下 他回来了 他不断地练球 他到亚洲去寻回 那他的身体健康了 他能够跑能够跳 大家也看到他 哎呀他也更珍惜自己健康的身体 而所有林苏浩的这些 铁粉们粉丝们呢 当然也是很期待很期待 他能够健康的身体 重新在今年在球季开始之后 能够带着这个布鲁克林蓝网队啊 能够再往前更迈进一步 加上蓝网队今年又 又重新这个林苏浩募了一些 比较属于NBA一线球员的球员 那这样的一种阵容之下 林苏浩他其实有机会 而且他自己也说 他现在是在他的Prime Age 等于说是一个 最珍贵的一个轻壮的一种年纪 在NBA来讲 这个时候是你的潜力最大 你速度快爆发力够 而且呢 你又能够很有你的技巧 在这个时间其实是 你要能够拿下你未来 NBA career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年 你能不能在今年有所爆发 然后带着你的球队 能够创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家机 这样你在未来的 未来的这几年 你亲的合约相比 会是有一个很好的合约 当然林苏浩 他一切相信上帝 上帝为主 钱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他希望 他能够证明自己 希望能够跟教练一起 把这个球队重新带起来 而所有的铁粉 也都希望能够再 看到这个新的球技 他能够健健康康 能够勇往直前的 把这个球队 能够带出第一番气象 结果没想到悲剧发生了 也就在NBA早上 等于说是第一天看完 Boston Celtics 他们对一个新的球星 也就是从 由他Jester 网罗过来的一个 一线球星 也就是Gordon Hayward 那Gordon Hayward 在第一天的第一场球赛 等于说上场开场 大概五分钟左右 就发生了严重的骨折 那这次上篮之后的严重骨折呢 事实上后来也知道 他整季就爆笑了 那对Boston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问题 对他们的进攻体系来讲 这个Boston 他们曾经要把Hayward 把它拉进来 成为他们固定的一个射手群 而今天呢 Hayward受伤一整季 让大家感觉非常的遗憾 而没想到第二天呢 Nets上场了 林鼠浩开始代表Nets 打今年的第一场球赛 结果呢 在球赛结束前几分钟 他的一个上篮 上篮之后 他摔下来呢 大家其实看到他坐在地上 本来还没有感觉到那么严重 而突然之间 他就突然倒地 开始喊I'm done I'm done 那中文翻说 我完了我完了 那其实我们不知道 他那时候喊的到底是 真的的意思 是真的是觉得自己完了吗 还是说 他觉得这场比赛 没办法再打了 那这种状况下 我们后来才发现说 第二天消息出来 他是受到了 这种所谓叫做 Patella tendon rupture 中文来讲也就是所谓的 宽骨韧带 断裂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什么叫做 叫做Patella tendon rupture呢 这个所谓的冰骨韧带 就是说 大腿跟 人的大腿跟小腿之间呢 就是在膝盖位置的附近呢 有一个韧带 而这个韧带呢 等于说连接了 你的大腿的 这个大腿的肌肉 跟小腿的肌肉 连接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根橡皮筋 而它断裂就是断裂在 这根橡皮筋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当你这个断裂在 这个橡皮筋上面的时候 假如说是断在中间 这是一个最不幸的状况 所以断在中间就是说 你大腿跟小腿两边 的这个部分 连接的这个韧带 就会缩回去 向两边缩回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必须 要治疗的话 你就必须要 从人身体的其他部位 来找一节这样的韧带 来把它连接起来 那连接起来之后 因为这毕竟不是 原来的韧带 所以大腿小腿 跟这个中间的 这个复合跟愈合 其实会让这个人的 整个运动的 行动能力 其实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基本上很难 像以前行动如常 那第二种呢 幸好 您说不是这样的断裂 而属于另外一种断裂 这另外一种断裂 是怎么样的断裂呢 就是它的这个韧带 或者说这个橡皮筋 它不是断在中间 而是断在比较靠近小腿 比较靠近小腿 四分之一的柜子附近 这样的断裂 那这样的断裂呢 虽然松颈带 还是会向两边收回去 但是因为毕竟 它原来的那一段还够长 你可以拉到下面 可以把下面的那一节松颈带 能够连接起来 然后把它缝合起来 那这样的呢 基本上你还是你原来的 这个冰谷的这个韧带 那它还是有可能 可以复原 那这次就需要很好的一些复健 跟很好的这个体力 然后很好的意志力 然后呢 才有可能把这个未来你的腿 在这个受伤的部分好了之后 你才能够恢复 至少希望能够有80%以上的行动能力 那能不能到100% 当然现在是非常的难说 那不论如何呢 它的爆发力跟它的速度 其实会受这次的受伤的影响非常之大 当然当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其实很多的舒豪的粉丝们呢 其实是难过得非常的 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实从那一天开始呢 对于这个篮网队的球赛 看起来就已经没有劲了 毕竟一个主控的一个灵魂 以及我们主要观察的这个 或者说是注意的这个球队 因为舒豪他来到这个球队 我们大家注意这个球队 那今天舒豪因为这场 这个意外受伤 而其实在场上再也见不到他之后 这一季整个爆笑之后 其实关注篮网队的力道 也相对就慢慢就变弱了 那这也是令大家非常非常失望 而令人觉得说 判了这么样的一个球季 判了这样的一个夏天 然后重新迎来这个球季 却又是遇到这样第一场的 就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要miss掉整季 大家其实我想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局 其实是非常失望 我相信在林舒豪心里面 他其实心里面一定也是更失望 毕竟他曾经在这一季之前 他其实发下了豪雨 要打入季后赛 相信有他的信心 他有他的道理 结果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的队友 继继继续在球场上称持 而他自己可能就必须要在医院 跟在自己的家里做附件 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赶快好起来 所以呢 整夸而言呢 Jermie Lee 林舒豪在这次的意外受伤当中呢 让自己整季无法再出现在球场上 希望他能够赶快康复 希望他能够 有机会在明年呢 能够再回到球场上 不论怎么样 也许如他所说 上帝自有他的安排 今天上帝这样 给他这样的一个挫折 也许是让他有更多的成长的机会 有更多思考的机会 或者是说 他必须要好好思考 当今天他吞下NBA球员的 球衣的身份的时候 他能够为整个社会做些什么事情 那这是可能他要思考 说上帝他到底得有心里面 是怎么样安排他未来的一个发展 那林舒豪我想他会 以他聪明的头脑 他应该会想的 有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有关于林舒豪的一些想法 希望他能够尽快好起来 当然也希望蓝网队 能够好好打下去 能够把这一对淡起来 OK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